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籠美食這個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蠔油拌蛋麵 麵粉雞蛋 先將麵粉雞蛋 造成麵團 進行開皮 自己做的蛋麵爽滑 可口 麵粉雞蛋混合後 我們掌握一下它的軟硬度 適合的話放上按板 把它埋成麵團 麵粉最好選擇高筋麵粉 如果沒有高筋麵粉的朋友 可以用中筋麵粉也可以代替 做蛋麵的麵團要求偏硬 它打出來的麵條便爽 將頭尾夾在麵團中間 搓的時候感覺一下軟硬度 就適合做蛋麵 做到按板乾淨 手乾淨 刮刀乾淨 麵團讓它靜至十分鐘時間 靜至後的麵團鬆筋 我們將它搓至純滑 現在這個軟硬度便適宜做蛋麵 現在擦過的麵團便便順滑好多 我們擦好之後再度用它靜至十分鐘 好 第二次做的麵團便便鬆筋順滑 我們就用一個麵團 將它硬薄 這個粉背大家適宜用生粉 生粉便爽身 麵團便沒有那麼容易黏黏 我們會不會做到更多的麵團便便 我們會做一份麵團便便 我們會做到麵團便便 我們會做一份麵團便便 我們會做一份麵團便便 聚觀看 我們會做什么 齊 дуж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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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幼一點或粗一點的話,可以在這個時間切自己喜歡的尺寸 切好後,將它養鬆,清除粉背 將近打好麵條的時候,提前10分鐘,將水燒開 現在水滾,將麵條放進去,開猛火 讓它煮滾 煮滾後,放上適量的冷水 煮麵條適宜,水比較多 現在這個麵條翻滾就可以了 迅速將它拿冰水冷卻過冷河 使麵條更爽口,然後雷乾水分備用 燒好一個平底鍋 放上適量的牛油果油 煎兩隻荷包蛋 採用中慢火,煎至兩面金黃色 我們會看到酸油的水冷卻 我們會看到酸油的麵條 除了一個平底鍋 放上適量的牛油 倒上鎖水分 放上鎖水分 然後再加水分 放在三角度 放上鎖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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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三角度 放上鎖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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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三角度 放在三角度 放涼水分 鵝包蛋煎好後放上油炒菜心 放上適量的鹽 採用中上火 放上適量的開水 蓋蓋蓋 讓它快速煮軟 這個菜心 剛才冷卻過的蛋麵放在平底鍋上 放上蠔油 將它拌勻入尾 少量的生抽 放上適量的芝麻醬 這個芝麻醬非常香 我們可以在卡士港賣得到 適量的芝麻油 把麵拌勻入尾 放上剛才炒好的菜心 把麵拌勻入尾 把麵拌勻入尾 放上少量的蔥花 現在這個是蔥油 非常香口 我們之前一個視頻已經介紹過 這個蔥油我們吃麵是最好的 現在這個蠔油拌勻已經做好 成品 爽脆 有彈性 味道鮮味 營養價值高 操作簡單方便 如喜歡的朋友 可在加里造詩品上 喜歡這個視頻 請你訂閱 分享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請看 放上剛才我們煎好的雞蛋 放上適量的蔥花 再放上這個糞爪牛肉片 這個糞爪牛肉 我們有之前視頻介紹過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觀看 現在我們這個蠔油 焚酒牛肉 雞蛋麵 做好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 請記得訂閱和點讚 我的爺爺的群島 多謝大家 請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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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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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